就在27号晚上9点多 这连胜文从杭州回到了台湾 不过他一下飞机 哇 所有媒体都包过来了 问什么 当然是问你到底要不要选这个台北市长的问题 他怎么回应 带您来看看 27号晚上从杭州一抵达台湾的连胜文 立即遭到媒体包围 对于记者再次提问 是否有医院参选台北市长 连胜文不发抑郁也没有任何表情 一路严肃走到机场门口 连胜文处处躲开参选台北市长的敏感议题 因为重要关键在于家人的态度 尤其是妻子 蔡一山的担忧是最大的考量点 你爸爸对于你从中有意见吗 他非常不赞成 他很不赞成 非常不赞成 因为一方面我父亲 当然做一个父亲 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小孩太 太 就是在健康的这个情况之下 或者安全有疑虑的情况之下 他不会希望你太辛苦吗 而且我太太是一个非常有主见 也非常有意见的人 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的意见 所以有些当然听听他的意见 总是不会对我有什么害处 根据平面媒体调查 如果北市长选举 国民党的连胜文 以31.72%稳坐冠军 紧追在后的是武党的柯文哲 有17.04% 忽然冒出的黑马 顾力雄又一成二的支持度 胜过其他表态的国民党立委 连胜文年轻人期望 又有足够的人脉 外传参选时机点就落在明年初 始终不确切表达参选意愿 似乎等的只是一个最佳时机 追选黄主华和紫索 邱盛文 阿卜斯桃园 台北综合报道